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Hutch阿正 这次的登山行我们来走七百重走 顾名思义就是从七堵车站走到百福车站 这是一条稍有难度的郊山行程 不过交通很方便搭火车就可以到达 大家觉得怎样呢? 就跟着阿正来走走吧 朝着一个往路前 外地每天都会走 上落直的нь 看着老成 外地上涝 現在我在七堵車站 我們今天要來走七百種種 從七堵車站走到百福車站 總共走七座山 目前時間是七點八分 我們就出發了 目前我們在東興街六巷 我們現在正走在七堵車站前面的四階梯上 第一個目標是義壽山或是臥龍山 看哪一邊比較好走 這兩個其實在同一個三輪上 一左一右而已 跑路都是116 結果繼續沿著這個四階梯上 不到三百公尺就到了 散來半塞啊 這裡有一個鐵皮的休息處 這裡應該是一個協會 叫做義壽協會 是他們平常運動的地方 上來三輪了 這個三輪上面還有一個鐵皮建築 原來還有一條馬路 左手邊就是臥龍山 右手邊是義壽山 這個鐵皮建築 就是藏心里義壽山 早起會運動場 這裡視野相當的棒 可以看到整個七堵地區 還可以看到火車 還有鐵軌 來到臥龍山 這裡有一個高壓鐵塔 是八堵六堵線005號 來到臥龍山 看一下我的後面這個山輪 這個基石 這裡就是有過龍山 它來百高度是116公尺 它有一個基隆寺的 這樣我們的控制點 標號是104號 我們來到這邊時間是7點42分 這周圍就是有雜木林 一邊 另外一邊是高壓鐵塔跟控制室 沒什麼展望 離開過龍山 我們往下一個目標前進了 這座山是義壽山 現在我們已經上到義壽山 在山頭了 找一下圖根點在哪裡 這裡有一顆圖根補點 來到義壽山 然後又名長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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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義壽山 這個基石是在這裡的活動亭的旁邊 我們就繼續往下一座山前進了 下一座山是西四坑山 又叫做拔西猴山 現在我們接上一條馬路 這馬路甚至一側是可以上來 旁邊就是汐止附近的山 因為我們臉方的山輪 山是真是漂亮 我們現在走的這一條 小馬路是常泰產業道路 大約要走一公里左右 銜接到拔西猴社區那邊 上拔西猴山 江子猴山 所以踢馬路要踢一公里 來到一個社區 所以這個社區現在正在蓋大樓 長泰產業道路總長約11.5公里 我們已經走完了 現在轉往一條小山徑 但是這也是一個水泥路 坐起來感覺有點像孫龍步道 現在我們來到了太安路 75向19號 繼續往上 今天的天氣真的是適合爬山呀 沒有出太陽 陰天又沒下雨 涼風徐徐 然後在這個山徑上 這是土路又松了 我們下一個目標是西四坑山 又有名巴西猴山 巴西猴山 巴西猴 叫巴西狗 猴子都在這邊疊死了 可見這條路會很滑喔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什麼異狀 山路一切路長 右邊這一條溪 右邊這一條溪 我們沿路都沿著這一條上去 就是巴西猴溪 剛剛的義塑山 跟波龍山 是同等高線的一個山輪 海拔高度是116公尺 它有一顆沉正五的圖根補點 就在鐵皮屋的牆條邊邊 很不容易找尋 很不容易找尋 它的周圍 也沒有什麼展望 前方有一個水泥的活動空間 然後 就在 一個鐵皮屋的 山人上 這裡應該有一段時間沒人來走了 兩旁的 草叢 還有芒奇 也漸漸的變多了 都快淹沒了路徑 即將來到巴西猴山 有沒有看到前方那個亮 那個山輪就是了 剛剛爬了一段非常陡的陡破 難怪叫做巴西狗 即將來到巴西猴山 西四坑 就在前方而已 來到巴西猴山 又名 西四坑山 看一下 後面這個山輪 這個基石這裡就是西四坑山 它又叫做巴西猴山 巴巴高度是253公尺 它有一棵突根點 我們來到這邊時間是 9點02分 周圍 一個是雜木林 也有 有銅樹 沒什麼展望 天空 有一點點的展望可以透出去 好厲害 應該巴西猴山 西四坑山 我們繼續往下一座山前進了 下一座山是內西四坑山 大約還要將近兩公里的路程 不過沿途都有樹蔭 可以燈涼 雖然有太陽 也會被樹蔭擋到涼爽爽爽 那今天的氣候又不會太熱 已經進入秋天了 所以是舒服的季節 來到岔爾路 你看這個歪岔 往左可以到暖暖泡臺 往前直走可以到往內西四坑山 我們就繼續往前了 就是這個岔路 左邊到暖暖泡臺 右邊江子寮山 內西四坑山 不要躲了 好 我們就繼續往內西四坑山 跟江子寮山前進了 那個暖暖泡臺那邊 還有一座山 叫外西四坑山 就不去了 很遠 山裡面 芒疾真是多 還有這個藤類的 哇看一下遠處的 城鎮跟 山脈 真是心曠神医啊 可見的 我們已經站在自高點的 這些景色都在我們的腳底下 來到400甲山頭 這裡海拔高度是400公尺 這裡有一個展望 聽說可以看到底下的西四水庫 我們來找找看 哇就是這裡 展望點 跳望水庫 就在前方 前方就是西四水庫 看一下喔 西四水庫 小小的一座 水塘 看一下我的後面那個水庫 我們現在站的是400公尺海拔的腳山頭 小小的後方 那個小水襪就是西四水庫 我們來到這邊時間是10點10分 剛好有這個區口可以看到底下的小水塘 看到一處400海拔的腳山頭 有一個小小的水泥祭石 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借杯吧 我們來到這邊 時間是10點26分 即將來到內西四庫山 現在兩半都還是鈴木 遮硬 還是一樣 非常的舒服 真是很棒的一條路 來到內西四庫山 看一下我的後面這個三輪 還有這一個基石 這裡就是內西四庫山 它的海拔高度是441公尺 還有一個無名的水泥祭石 我們來到這邊 目前時間是10點56分 周圍有許多的雜木 還有一重竹林 竹子 所以沒有展望 移開內西四庫山 我們繼續往下一座山前進了 下一座山是江子寮山 今天主要有三等三角點的一座山 來到西四庫砲台 砲台在哪裡 看一下 自己想像 這個凹陷的地方 是昔日有放大發的地方 這裡有看那個碟石 這個碟石就是砲台的遺址 我們剛剛在那邊停留了那個基座 就是西四庫砲台 到達那邊大概11點06分 這也是以前的軍事要塞 就繼續往江子寮山前進了 來到岔路點了 這個岔路點也有指標 也有座椅 然後也是一條燈塔爪的登山步調 我們是從內西四庫下來的 接下來就要往三角點 還有六百無數公尺 江子寮 到達岔路點 那我們就夠了 前進江子寮山 現在都是階梯 就是沿著階梯一直往上爬 大概爬將近三百公尺 高度 現在要上山都是走這個木棧道 來到江子寮山 前方就是他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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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的後面這座山頭 這個祭司 這裡就是江子寮山 他的海拔高度是七百二十四公尺 然後觀望是729公尺 到一個三等三角點 天后是1047號 我們終於上來了 目前時間是11點48分 這裡的視野超級的棒 三百六十度的無敵環境 都沒有遮蔽物 好 離開江子寮山 那我們就下去了 下去山岔路 準備吃午餐 走完了 今天最高的山 江子寮山 身心舒暢多了 壓力也減少了 因為要好準備下去了 千萬江子寮山的 大概五分之一的路途這裡 有一條岔路 往右的岔路 可以前往江子寮古道 全長八百八十公尺 走完一樣可以上到江子寮山 那古道的路口就在這裡 回到岔路 我們準備在這邊用午餐了 大修 休息五十分鐘 只有來了 來了 看到了 怪樹爐馬上就出了 這是我的午餐 美味的泡麵 在山上就是好吃 吃完了午餐 目前時間十二點五十 我們在出發 還有兩座山 七尾輪跟石門山 繼續往前走了 然後等一下會從百夫車站下去 來到停車場 好不容易 因為我們隊友有人不舒服 所以耽擱了一些時間 終於來到了停車場 已經 沒辦法熱騎 我們在江子寮山的停車場 登山口停車場 這邊 應該有人 因為 隊友出了一點狀況 所以我們改變了一下 行程 今天騎尾輪就不去了 接下來就是 去石門山 石門山完之後 就要回去了 到百夫車站 目前時間是 1點37分 第一階段 決定 通過 前方就是馬路了 那條馬路就是 泰安產業道路 街上馬路 從捷徑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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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一樣 接下來一樣 接到太安 有沒有 太安產業道路 不用太道路 又接上了馬路了 太安產業道路 現在我們要繼續上能線 可以到七尾輪 也可以到石門山 但是七尾輪還要再往後走一點點 在600公尺上能線 石門山的能線 然後直下百夫車站 我們又回到岔路了 這個能線 左邊 七尾輪 還有245公尺 就是那個 輪上 右邊 石門山 就繼續往百夫車站走 那我們就補上 補上的人在這邊休息 補上的人在這邊休息 七尾輪呢 我們就上了 來回家20分鐘而已 近在此時 為何不拿呢 遇到一條小青蛇 在我的面前走過去 七尾輪山 即將到達 就在上方 來到七尾輪山 這次我們是逆走 從停車場 然後從 降降降絕壁的 水源路口那邊進來 因為要送山友 到停車場 看一下的後面 這一座山 這一個基石 這裡就是七尾輪山 原本我們要放棄了 但是最後 氣而不捨 把他追回來 他的海拔高度是380幾公尺 他有一個圖根點 我們來到這邊時間是2點32分 周圍都是雜木林 也沒什麼展望 天空也望不出去 秘密麻麻的樹冠 離開 七尾輪 拜拜 我也要下去 我們就往下一座山前進了 下一座山是石門山 石門山應該1.5公里左右 好 在這座山上 繼續往前 來到 甲山頭 320峰 離開320峰 目前時間3點12分 距離 石門山 我們的 今天最後一座山 還有700公尺左右 即將要完成了 來到石門山 海拔高度是276公尺 他有一個圖根點 現在 目前時間是3點37分 我們終於來到 今天的最後一座山 周圍都是雜木林 也沒什麼展望 天頂有一點點 可以晃出去 陰天了 離開 石門山 我們今天的行程 全部都走完了 黑皮 現在我們要下百福車站 去搭火車回家了 從石門山到百福車站 大概還有1.3公里左右 所以還有得走 直下 然後還有400公尺 就可以到達社區 再出去百福車站 就是走馬路 就好走很多了 我們即將從山進出來了 看就是這麼原始的山進 被鬼針草刺滿了全身 腳都是回去要好好的清理 好像刺蝟一樣 滿腳都是 哇 壯觀了 到目前為止已經走了兩萬七千六百多步了 即將回到社區不明的所在 我們這次的活動行程也將近尾聲了 心情真是愉快輕鬆耶 剛到下面的社區了 狗狗開始吠叫了 也在歡迎我們要下來了 不要提防小犬來攻擊喔 過這個輪胎路 就即將到達 就在前方 現在我們要過鐵門了 過去就自由了 好我們自由了 現在已經出到社區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我的後面這個鐵門 這個是私人土地 萬一如果它關起來 我們根本沒辦法出去 也沒辦法進去 不過我們都順利的出來了 我們出鐵門的時間是4點02分 我們出鐵門的時間是4點02分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區了 直區百福車站 現在大俠城 懶散隊形 朝百福車站前進 今天我們的目標是走七百重重 從七堵車站 然後沿途上上面的三輪 走到百福車站 總共走了七座山 有益壽山 臥龍山 拔繫火山 內拔繫火山 內拔繫火山 江紫耀山 騎尾輪山 彼植石門山 任務也滿成功 謝謝各位 掰掰 來 海福車站 請往右邊 謝謝麒麟 李山居 就在前方右轉就到了 海福車站 這裡有便道可以直接過去 越過越過越過 是我的車站 永昌廊 特別 應該是一個 很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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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好快哦 不是這一班 太魯閣 回到英哥 5點37分 來去逛逛 吃個晚餐 今天走了15公里多 也是有一點差的 雖然是嬌山 摺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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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